出来了以后才发现 哇这钱好挣啊 这广阔天下 大有可为啊 很多人就开始 在国外就开始卷了 卷的这个 咱们去卷的哪 叫寸头不生 华人所到之处叫寸头不生 不叫寸头不生 行行业业就是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干 外国人干是干不了的 觉得满意没意思 没有利润没意思干 然后中国人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往上游去做了 原来出海呢 都是做制造业的代加工 品牌都是别人的 现在是什么呢 直接什么的 做销售平台 什么拼多多的这个出海版呢 吸音的出海版呢 抖音的出海版呢 直接从平台出手 品牌是谁的不重要 你们都得通过我的平台去买 是吧 就是你们的娱乐时间也被我占有了 TikTok占有了大部分美国小孩 就欧世界世界小孩的时间 然后呢 拼多多将来会 或TikTok的带货呢 会占有大部分人的 就是口袋 钱包和消费 这是 这就是未来 中国的一些 中国的企业出海 中国的这个 币圈 想中国这个币圈出海 也是这么回事 这明文 明文就是中国制造 明确说 就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在大象世界 这个是很猛的 所以说我绕了一大圈子 不就是为了说个这吧 是吧 就是 整体啊 国家要求我们出海 一带一路 你不出海 国家逼着你 封控疫情 让你出海 啊 币圈打击 让你出海 是吧 你就国内 你不出海 你他妈的 在国内待着干嘛 是吧 最后你发现 他妈还就出海 出海以后发现 出海大部分人 干的事情 还是 还是从中国和美国 各个国家之间套利嘛 啊 因为出海的人 基本上 因为你说华语的 说中文的 最简单的套利模式 就是从中国 拿东西过来到美国卖 啊 或者是从中国 拿过来先进的一个 制造 就是这个先进的生产力 到美国来颠覆 到世界各地域颠覆 啊 去非洲 就是中国 你知道出国 出的最多的是河北人 你知道吧 不是什么福建人 不是广东人 是河北人 为什么 外出劳 雾劳 就是一带一路上 也有很多民工 出去的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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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隧道的 到高铁的 就高速公路的 啊 这个 这个 修机场的 全是这个外劳嘛 呃 就是对外 劳力输出 劳务输出 他们出去以后 在哪呢 在南美洲 开超市呢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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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娶了 非洲老婆 给开超市 啊 生出来的小 生出来的孩子都是 呃 有点这个 混血啊 啊 黑的 是吧 出去以后爽着呢 皇帝一样的生活 在尤其在非洲那边 是吧 他去 好几个小老婆 是吧 合法的 人家那边 啊 在这边 农村里面 只能娶一个 还娶不起 出去以后 能娶三四个 是吧 多爽 啊 就是他们都是这种人很多 现在 就是 出海 出海 那个币圈出海 去了迪拜了 你看中国人去了迪拜 去了多少 啊 出海呢 就是除了我们这种 正儿八经的行业啊 这个这个 这个出海 还有些不正经的行业 也出海 是吧 比方说现在的杀猪盘 已经转变成杀羊盘了 嗯 这这就是 这就是出海的一种逻辑 什么叫杀羊盘 那天给姐姐 也是了一下 杀羊盘就是 他们那个 不再杀中国的 猪了 是吧 杀美国的羊了 是吧 杀羊人了 就是也是这个 也是电信诈骗 但是那么 骗子都是海外的这些 说英语的啊 其实美国 每年被印度 电信诈骗的杀羊盘 是远大于在中国 被杀猪盘的 因为 这个美国的一个 反诈意识 真的很差 美国人一般 接电话 不好意思挂 就要问清楚 干嘛呢 什么事 是吧 有点礼貌 不会说 一看了 中国人一看 我操电炸 挂了 或者一聊一句话 就知道你是电炸 就挂了 是吧 中国人现在有这个意识了 美国人大不没这意识 美国人每年 有几千亿美金 就被印度人骗到了 印度人 其实不是印度人 是印度后面的人 实际上老板是犹太人 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电炸行业 是全球首屈指的 是吧 现在都转移到迪拜了 然后中国人开始进来以后 发现 你们这小菜一碟 我来搞 搞个更高级的 也是搞电信诈骗 现在的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越来越丰富 你看我的推特 天天发的那个 他们在 就是这个 就是 用我的头像去骗钱的 不计其数 尤其在快手上 举报就举报过来 然后呢 拉到QQ里面 说什么头皮子平台 什么天天曝光 天天有人上当 在中国 就是因为肯定 用我 认我这个头像的人 一定是B圈人吧 对吧 但是有的人就是 就懒到 有我的微信 都不去咨询一下 我问问 这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我本人的QQ 就这种模式都能 这种模式都持续 有人被上当受骗 所以说 这种傻猪盘 真的是不计其数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就是 再说回来 比如说B圈的 现在正在出现的 这个名闻 是吧 其实是 也是一种变相的 杀羊盘 先是杀猪盘 然后变成杀羊盘 说句不好听的 大家不要觉得 我说的有什么 有什么不对 小心点 来 那么那个 现在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话 我有点不好听 说这个名闻 就是变相的 中国杀猪盘 变得 也迟早要转变 成美国的杀羊盘 说句实话 主要是因为 这是个玩笑 明文肯定不是一个 单纯的杀猪盘 它不可能这么多人 一起参与的杀猪盘 明文有点 明文只有头部走出来的 不是杀猪盘 如果明文走不出来的 那些项目 基本上都是杀猪盘 一般情况下 走得出来的 就那么几个 我能看到的 一定不会太多 就是说 我一直在玩 当天我就这么说的 就是说只玩头部 不要什么都玩 你不可能每个都起来 起不来 不可能起得来 说完了以后 很多人那个说 你自己不上车 也别给我们 掀了我们的桌子 我们还玩呢 兄弟们 我17年就开始玩臂了 是吧 玩到今天了 你们说 什么没见过吧 我是什么都去 就是这个 这个 柯都踩一踩的 你就说17年到现在 那些币最后哪去了 最后那些项目放哪去了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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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是实名站出来发币的人的 那照样这个币最后没了就没了 知道吧 这个上不了交易所就上不了了 上一两个小组 然后不上了就不上了 他也好像也没有过了这么多年 连个维权的人都没有 你知道吧 为什么没人维权 大家当年就是这么 大家明知道这就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肯定只能拨出一两家的公司来 大部分的项目都最后都起来的 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明白 17年的时候 是吧 所以当时抢项目啊 抢份额啊 抢私募啊 呃 一天一天当初市场上出现100个币 对不对 那你难道不知道的当时候是结果是什么吗 一定大家是知道结果的吧 是吧 呃 我给你们复盘一下当时候发生的事情 是吧 呃 ICU成就了谁 ICU就是成就了一个 成就了币安 成就了交易所啊 成就了赌场 好不好 其他的都不会成就的 呃 成就了这种稳定币 成就了波场 波场因为上上了UGT嘛 是吧 呃 成就了谁 成就了那些朝以太坊 觉得朝不上去车的 那些新工链的 什么趴了杠呀 啊 什么 那个 萨莱纳呀 阿乌朗斯呀 啊 这些 有美国VC领导的 美国这些 阿拉米达基金啊 这些领导的 Jump Trading领导的 是吧 这些 这些模式 就是看透了 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 这个美国也好 讲Web3 讲元宇宙 讲的什么 什么概念也好 你们不要听 你们去注意 就是 到底谁挣谁的钱 钱从哪来的 啊 大家怎么分这笔钱就行了 上一轮的牛市 钱从哪来的 美国人硬的 就是美国政府硬的 是吧 啊 印完了以后 这些钱怎么分的呢 啊 大家就是 对吧 就是散户 就是我们说这个 散户的钱最终啊 最后都变成大户的钱了 你别看美国政府空投了这么多钱 钱最后去哪了 老百姓都吃喝 投资 炒币 炒股 都没了 啊 大部分的人都没了 只有这些机构最后不怕 我给你空投出的钱 再照单收回 啊 然后四六分啊 就就就是政府分走多少 机构分走多少 印了多少钱 又收回了多少钱 又割了全世界的韭菜啊 那就是就是当时候就这么分的啊 美国散户手上又没钱了 因为给你空投的一些支票 变成了真正的空投支票 就全花了 没了啊 消费了就没了 这点钱刚够老百姓消费 啊 然后呢 消费带动了一些呃 行业啊 然后这些行业股票涨了 然后呃 最后最后大家现在发现 空投的钱是小事 最后给你涨了工 涨了工资也是小事 关键是物价上涨了 你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上涨 这是真事 是吧 这是美国 世界各国难道不是吗 对吧 只是世界各国 美国像美国这种的 有货币发行权的空投 空投这个钱的 是吧 啊 但是空投的钱 全去哪了呢 最后空投的钱 最后华尔街又一把割走了 那散户炒上去 华尔街做空下去 然后人家把钱挣走 咱们就是一场泡沫 繁花一场 最近有个电视剧上线 繁花很火 你们去看看 还有个电视剧叫三大队 也不错 我再追啊 顺便说一句 然后呢 这次呢 也是 这次中国在印钱 中国在降息 降息的逻辑就是 你存在银行里的钱 是真的是没力气赚 啊 你没力气赚 放在银行干啥 有人老百姓想拿的 那么中国人也去炒币啊 炒民文吧 哎 对 炒民文了 币涨了 他们为什么不炒股呢 股票三千点 怎么就突破不了呢 是吧 模式不一样嘛 他美股中国股票和港股都不一样 他逻辑不一样 是吧 逻辑不一样呢 他这个融资 以后他的融资 中国的股票 是股市呢 确实是解决 这个国企洋企 融资难的问题 所以建立了这个市场机制嘛 他不是去解决这个 说 让一个 让一个企业去垄断 然后呢 垄断完了以后 我就拿了暴力 然后我的股价就暴涨 他不是这个逻辑 充其量 中国就是茅台 是这个逻辑 对吧 但是现在 限制限三高 限高 消费 茅台也没起来 是吧 然后呢 中国是这样 美国的企业是什么的 美国企业就是 一个企业做大 做得非常大 然后垄断一个行业 这行业就是 没有第二家 你们仔细看 在美国 有那么多制造 手机的公司吗 就苹果 好吧 在美国有那么多 制造飞机的公司吗 好像就博英 是吧 在美国有那么多 显卡公司吗 好像就很微点 AMD 两家都是华人的 控制 是吧 随道芯片的企业 有那么多吗 对吧 那 就是台积电啊 三星啊 没了 是吧 那不算 太大 是吧 他在控制 就是他每个行业 出现垄断以后 别的人都不进来竞争了 因为资本会 使人的把钱 堆给那最大的那一家 让那最大的那家做大 做强 你就 没有那么多竞争了 其实就是垄断 然后带来了暴力 大家都赚钱 这是一个经久不变的一个主题 那以前的美国的企业呢 他就是全球扩张 他吃进了全球化的这个红利 那中国现在的这些企业也明白了 全球扩张 出海 全球扩张 出海 因为咱人多呀 咱出来一个亿 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 你知道吧 出来一个亿算是啥 但你出来真出来一个亿 对全世界是个巨大影响 这就是国家战略已经定好的 出海 是吧 所以说各位 你们推特都用了 肉身还在国内的人 就是想不开 这么大个红利 你不出来 你们就看出来 出海的人 是不是赚的钱更多了 还是在国内赚的钱更多 就是整体来说 一定是让出海的人赚到钱 比方说你们看到 这个这些企业出来以后 再减便宜呀 利用这次美国假期 在全世界各地收购 这是我更有身边的人 都在干这种事情 有的开餐馆的 我靠 本来一个疫情 他妈的 就生意不好做 然后呢 物价有通胀 大家不好干 但你知道唯有中餐啊 真的在美国 真是这样 中餐馆遍地开发 昨天去吃那个中餐 碰到一个 那个品丸的一个女孩 她说 哎呀 我这五年没来美国了 怎么中餐怎么这么 就是 她说美国怎么消费 怎么这么贵啊 吃一顿饭 好几百美金 我说今天晚上 今天这顿饭我请吧 然后完事 我问我老婆 这顿饭发了多少钱 我老婆说 花了七百美金 我说你看 哎 这就是 这就是现状 就是中国人消费 七百美金 消费得起 但是你要是说 让老外真的妈的 去消费七百美金 吃顿饭 他就吃不起了 他就真不吃了 所以中餐在干什么事呢 中餐在跑马圈地 把好的位置全弄下来 开成中餐 然后中国人来的 为什么中餐多了 在硅谷 硅谷有点像温哥华了 迟早 迟早会像温哥华 你们去温哥华 看看去住 洛杉矶你还没感觉 为洛杉矶华人去 就那么几个嘛 而且 虽然洛杉矶华人多 温哥华那个华人 是有钱的华人 是吧 然后啥事不干 就是退休 在温哥华退休 全是华人去 吃的喝的 比北京还正宗 比北京还多 是吧 就是特别正宗 都是一些大厨来了 现在的硅谷就是这样 华人餐厅越来越多 而且品质越来越好 是吧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那消费的起的人越来越多了 等起来说 他还是比香港便宜 然后吃东西还算可以 我觉得越来越来精致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身边的这种案例 那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你知道为什么 出来吃饭还划算呢 我就跟那个女孩说 我说你看 如果我们在家里吃 你得雇阿姨吧 你雇一个阿姨 在美国成本是多少钱 大概五千美金 好点的 你得干到 住家的 如果干到六千美金吧 对吧 但是 你这个 如果你不顾阿姨 你出来选择 出来吃 你就 你又不是出来天天吃 你就把这五千美金 六千美金吃掉 是不是更划算 他一算账 也是 你看出去吃个in out 也就是吃一个汉堡吧 出去美国最著名的汉堡 in out 那个汉堡的话 大概也就九块钱 一个套餐 一家人吃饱了 像我们家八个人吃饱了 就八十美金 吃饱了 那你正常这么吃 就是这么点钱 是吧 那你吃的贵点的 也就是吃中餐 七八百 还是比故人划算 你能吃的更丰富 更多彩 是吧 所以这些就是证明 华人 就是硅谷的 华人的收入高 我就给他们算了一下 工程师在这边 普通工程师吧 年薪二十多万 高几点的工程师 一百万 是吧 那你一年挣一百万 你吃喝花呗 那花几个钱 算美金的话 是挺 就美国的华人 都是高收入人群吧 所以说 这就是出海 给大家带来的红利 大家 为什么那么多人 走线出来到美国 这是我给你说的例子 出来以后还是挣钱 开Uber司机能挣一万美金 你在国内做司机 你可能挣不了一万美金 对吧 一万人民币差不多 但是开销也都一样大 在美国开销 就是住房和吃发的钱 对比它的这个收入来说 它还是划算的 这就是套利红利 这个套利红利 让我感觉中国人出海会 这是一个趋势 国家在鼓励 就是说一个地的人出海后 世界会翻地 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人 就是你到处就感觉到了泰国的感觉 你到了泰国不是这种感觉吗 马来西亚不是这种感觉吗 啥时候你美国游到了马来西亚的感觉 我告诉你兄弟们成功了 就我们成功了 第一使命完成了 这个大航海的历史时机里边 新大航海时代里边 我们都出来了 对吧 而我们不出来的是不出来的人怎么干的 不出来的人就赶紧这个干沙洋盘嘛 叫干沙洋盘 就是你就炒 明文就是干沙洋盘吃早的 是吧 你们在你们英文好的是吧 然后呢 把那个你们的这个明文是吧 这个这个控盘的明文 然后到海外来天天讲 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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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一封磨一上头去买了 然后你就把那个钱挣着了 是吧 就是这场资产转运运动 才刚刚开始 对 中国人的这种 就是好多人在中国没意识啊 你们在中在美国是 所有的角落里卖的所有的商品 几乎都是中国制造 要不就是中国人制造 但是写的是越南制造 写的是泰国制造 写的是土耳其制造 哎呀 真的是用了他们的人工 但是实际上管理老板都是中国人啊 然后呢 所谓美国制造 也都是打着引号的美国制造 比亚迪来了美国以后 也打的是美国制造 福耀玻璃打的也是美国制造啊 Patera老板的那个那个公司倒倒闭了 原来是这是马进美国制造倒闭了 来中国老板接盘以后 那接着中国制造 那原来美国最大的那个私人飞机 就是叫叫我们叫 叫private jet的销售排行吧 就是啊 就是我们叫 就是叫就叫 Siri这个公司 Siri公司是当年两个美国人创的业啊 这两口子 这两兄弟创业 Siri飞机啊 Siri飞机美国人创业 然后这是公司创不下去了 倒闭了 倒闭的时候呢 中国老板来接盘 两千万美金是中资啊 中国是中航集团底下的一个子公司 在珠海的一公司 出了两千万美金给它收购了 现在收购完了以后 结果把这个公司给干成美国第一的销量第一的一个 叫Siri jet 就是这个飞机很小 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开 然后是个喷气机 是单引擎的 大家可能见过网上啊 在珠海的航空长 你们见过啊 那个小飞机 那是在后面的最大的控股公司是中国公司的 好吧 不是美国非得要整这一出哈 美国很多企业背后都是中国人 就是硅谷的这个也好 华尔街也好 都是华人在后面 华人就是包括香港人 台湾人和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大陆人是吧 这个控股的很多的行业 行行业也啊 就是但是后来不是美国不是整吗 整完了以后 这个这个这这这这这这 硅谷就这个华尔华资就中资就撤了嘛 不得不撤嘛 中资撤了以后 但台资没撤港资没撤呀 对吧 大家又隐身变成了美资啊 现在所谓的中资撤了 其实就是换了个美国人的 美国华人还接着投 他就可以投进来 他就不用被查 是吧 你换成那个 这个也是也是一个历史趋势必然啊 就是说 慢慢的很多中国人就隐身成了华侨 变成了全世界 原来是华侨回到中国投资 现在是中国的华侨出海去 变成海国海外华侨最多投资 这是历史趋势和必然 我就跟你们说完这个以后 你就明白这是五年来我自己的观察 这五年来 我天天在外国接触各种各样的华人 华侨 我就觉得这出来的人更卷了 出来的人更努力 更勤奋了 在国内都将躺平 知道吧 在国外可没有这个词 更卷 硅谷是卷的不得了 有各种卷法 有的卷法就是 一家就生两孩子 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 他都是这么高的收入年薪 你说他不卷能干啥 不卷他孩子干啥 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将来 各种的技 各种的能力在身上 各种的技能在身上 我的卷法 你看我又学习 我又学历不高 成绩也不高 到了美国 我得换一种卷法 你们卷的是质量 我卷的是数量 就开始在美国开启了 造人的这个事 我家第五个 眼睛会 给叔叔阿姨摸一下 老五 我家老五 现在都五个月了 老六在肚子里 后面那个 对 我跟你说一下 就同志们 我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正在实施 我说过 以前的视频也讲过 在今天再讲一遍 因为出海中国人 实在太卷了 我也卷不过他们 他们都拼的是各种的 像古安琳他妈 天天那个那么拼 天天那么卷 天天往戏去班里送 天天往高运冠军的路线上培养 是吧 我没法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干这事 那所以我就卷什么了 卷人数 数量我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 给他卷上来 所以造人 我就造人了 已经造了五个了 后面会接着造 我就是少留个币 多留个娃 这个口号 因为一个币 现在大概生一个孩子的成本 就一个比特币的成本 我给你们透露一下 这个在国外都是合法的 这个都是这个 美国也是合法的 很多国家也合法的 你们自己去查 你不多说 自己去做 我来了美国的感受 就是从历史上看 出来的华人 经过了爱的法 也不少了几百万华人了 是吧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大概全北美洲 加在一起 五百万华人 不算多 差不多跟马来西亚的华人 五六百万华人 差不多跟泰国的 那两千万华人 没法比的 泰国的华人 已经变成泰国 说泰语的华人了 但是泰国华人 现在的大趋势 就都在学普通话 说普通话 所有的东南亚国家 都在给中国免签 是吧 因为靠旅游拉动 现在经济拉动 全都如拉动吧 只有中国有这么多人 可以出海吗 这个出海 给中国免签 格鲁吉亚给中国免签 什么很多国家 给中国免签 让中国人出来消费 让你们出来 说实话 护免签 就是中国护照的 含金量越来越高 出海人数会越来越多 出来定居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出来定居 刚开始你可能 财富自由的人 拿到大结果的人 出来是闲着的 就是游山水 但是我告诉你 以我的经历 我告诉你 你闲不两天来 你就没事干了 等你没事干了之后 你又开始琢磨 我怎么挣钱了 因为挣钱是一种享乐 是一种快乐 是吧 就包括我自己还在美国研究怎么做外卖的 送外卖 昨天还开会研究怎么送外卖的 是吧 给华人 帮华人 这个这个做中餐的送外卖的平台呢 对 今天还约了 他妈的 待会儿还约了去去看那个一个中央厨房 买下来 然后他妈搞外卖呢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就是我们整个华人这个出海 是吧 整个华人出海的这个大趋势下 这个名文呢 就是我们出海带出来的一个中国制造的东西 不要觉得中国制造的东西不靠谱啊 韩起当来以后全世界跟着人挺多的 白人不跟 跟不跟 跟得慢 那很正常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呃 其他国家的人跟的是大改率的事情 什么韩国人跟啊 日本人跟啊 东亚地区的人 东南亚地区的人都容易跟着中国人一起 一起缝猛 这个大家放心吧 是吧 币安的1.6用户里是不含美国用户的 所以你们想让美国跟呢 就是Coinbase跟了 才能算跟 那Coinbase跟了 就是Coinbase负责上币的 负责投研的那几个人 他们建了仓了 他就能跟 他不建仓就跟不了 那建仓能不能建仓呢 就决定交易量决定了 交易量起来了以后 他就跟 交易量起不来 他就不跟 听懂我啥意思吗 就像屎币 当时候 他们上币的逻辑是啥呢 他上币逻辑就是 屎币 屎币那个 他发现我 屎币啊 这个这个交易量大呀 完了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他就 他就 他就建仓 我觉得他建仓了 他们承认不承认 咱不知道 他肯定是建仓了 币安一上线 还没等 Romey Ho的上线 Coinbase就悄悄的就 我估计那几个人 就建完仓了 然后迅速上线 涨了10倍 是吧 然后屎币推到了 500亿的美金市值 在美国一个东西 推到几百亿美金市值 跟玩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 你还在中国玩玩玩玩 玩到十几亿美金市值 基本上啊 玩到十几亿美金市值 就差不多了 大家就等着韩国和美国的 韩国的韭菜来接盘呢 但是实话实说 韩国和美国韭菜 现在也没啥钱 为啥 我跟你说了 美国加息造成了吗 对吧 美国加息造成了 现在就没钱 是吧 然后 所以呢 我觉得 整体 美国的机构 能进来 至少有一家 得对明文这个市场 真正认可 对比特币生态 这个需要建仓 这件事情 高度认可以后 他们就会 就会进来建仓 建完仓以后 他就会推动商交易所 而其他的 我跟你说实话 你推不起来的 搞不动的 就是 你就想 你是一个美国机构 腾校毕业的 全是投研部门 全是他妈的 喝牙墨水长大了 是吧 脑子里面 最多 就是对命的文化理解 就是 最多就是龙头了 敢追追龙头了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你最多是这么个建仓方式 是吧 建完仓了以后 反正机构就是这么建仓 就是拿投资人 LP的钱建仓 是吧 然后呢 不能买错 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标准 他不可能去埋伏一个 你知道吗 不可能去埋伏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 就是说 去埋伏一个币去 或者自己去造一个币去 这个机构是不会干的 机构能干的事情 就是我拿投资人的钱 我得负责 我跟你们说 我买了谁 为什么买这个 他会讲一堆理由 我写一堆投资报告 然后说我买买这个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币给拉起来了 他就这么个套路 他不会 说实话 去自己去发个明文 自己还喊单去割明文酒 那是项目方的事 机构不干这种事 是吧 交易所的也是机构 现在美国交易所 Coinbase都是 自己有投资部门的 是吧 他也不是傻逼 他他他他进来玩 也是也是没人给他叫上币费的 就是币安和OK的竞争 卷死了美国的交易所 知道吗 原来美国交易所 是Coinbase 像是Coinbase Kraken的交易所 他们都有 就是说 就是收上币费的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的 明着来 按着来的这种方式 现在明文一打一开打 火币OK 这么一干 干完了以后 他把那个Coinbase的财路给断了 啥意思 以前大家都收上币费 都能提前埋伏 从项目方那里拿到 低价的筹码 然后呢 大家做庄 一起拉盘上去 然后搁的是我们这些傻货 是吧 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些筹码了 他们这些项目方 根本就不给我们投资份额 别说是 我都没有投资份额 知道吗 不是我不投 美国这些项目方 可贼着呢 他就给这家几个有交易所的 给点投资份额 然后交易所呢 给他一上币费 然后一做市值为货 然后就把钱又挣回来了 然后拉盘十倍 他一出货 交易所都这么挣钱的 交易所又不是 也又不是什么纳斯达克交易所 纳斯达克也是个公司而已 知道吧 只是SEC监管而已 上币也都是自己说了算的 达到一定标准就能上币 就是老板控制了 所以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老板控制的 也没有什么高科技 同志们 所以他们以前的挣钱模式 就是联合坐庄 然后也叫联合坐庄吧 反正互相捧 然后互相 反正能上币 上币完了就 大家都挣钱 是吧 以前都是这个逻辑 现在 哎呦 时代变了 同志们 现在时代变了 民文一开打 币安火币 币安火币OK 全部免费上币 这个风是由 是由这个 这台油和酷康影 卷出来的 就是小交易所 没有收不来上币费 干脆就不上了 不收了 我就免费上 免费上民文 打火了 然后大交易所 也不得不上 大交易所一上一卷 大家都上了 上完了以后怎么办 就火了呗 火了以后怎么办 火了以后呢 中性化交易 就是Coinbase 那些交易所 只能被迫上 就出发了